请收看维新世界 大家学艺经 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 阿密导王 关于住家前院的外大门 绝对不能开虎门 我硬瞪很多了 有一次到我的朋友家 你的水深很好 大滩大料 这个白虎的水 开虎门花财 锁不住 我跟他的老朋友啊 你这个白虎的水深来 开虎门才很旺哦 那时候他也是做黄芜仲介嘛 和一个小小建筑 我们的朋友赚了不少钱 我说你做过这样不行耶 有钱就好 我说不管他 有钱就好 因为以前穷怕了嘛 所以有钱就好 我说但你守不住耶 等一下一通电话进来了 进来 哎 某某人啊 这一个呢 你看那个土地 介绍那个土地啊 介绍会 有他本两百万 两百多万 哇 他说你看 老朋友大头啊 你看好水好水就这样啦 我说不过你老得掉耶 一直在讲一定要老得掉 他说没有问题啊 我都要怎么样怎么样 一大堆 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呢 我在那边喝个茶 警察又打电话进来了 警察急打电话 啊 你的孩子蒙我就对啊 你的孩子撞死人了 看他都要啊 那种二三十年前撞死人 人家 后来赔人家两三百万 两三百万也是不够啊 一辈子都是生命啊 两三千万也不行啊 我说而已 你就只能告诉你 大头啊 你欧欧嘴啊 教你这个朋友很危险啊 我有什么危险 你告诉我 你好都不讲 坏的讲一大堆都在应验 我要你改啊 不是我在讲诅咒你啊 哦 如果不再改的话 还会再发生啊 他说 好啦 好啦 我今天处理出来再来改了啦 我赶快改啊 处理反处理啊 误读人家 还要赔还要赔啊 趕快改 不然可能会再发生 一不坐二不修 三没有发生的话 就不成理 哇 啊 过了几天 又跑到我家里去了 又躲躲躲�se 什么事情 好天刚 没有啦,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啦,现在人家要告我啊,我告你什么,因为他一块土地活活买卖,活活买卖呢,不知道你什么内容,人家就告他了,第三坨呢,他太太持续被撞了,还好没有撞死了,直接讲那个,被撞了,就是坤,后天,后天。 后天挂了坤坤,后天挂了坤坤是老婆,老母,被撞了,所以这个,我说赶快改,你把它改过来,湖水来开中门嘛,湖水来开中门就好嘛,等到老婆被撞了,再改,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很多要他改的时候,有的人认为说,你嫉妒我,看了怎么样,这一点呢, 我们这个,坚持原则啦,坚持到底,法,绝对不误人,也不伤人,嘿。 我们在,停言前方不可以有木材造,造口为虎口,如果造口又像内,你的荣誉流产,哈,我们有那一种呢,证明有几位,哈,我们他这个是这样, 造口,像里面来,无认为像这样,反正像里面,我们早期啊,都用木材在烧,在烧这个开水,烧开水的时候,造到外面, 结果,就是流产,会流产,会流产,会流产。 我说,我说你们如果有媳妇的话,这个会流产,不然呢,女人呢,两只脚一直开始会溃烂,女子人会溃烂,这个一定要很小心,你赶快能够改,能改。 其中在台中西团,我们一位老信徒嘛,那时候呢,也是前面一个赵卫在这边,赵卫在这边呢,我告诉他,萌萌,你这个赵卫不要这样哦,你家里小孩子,如果媳妇都会流产。 听我一讲,你讲什么,我说你家里的孩子,媳妇,住在这里,比较会流产,他问我,我老婆会不会啊,老婆六十几岁,我就绝对不会流产啦,但是他的媳妇,两个媳妇都流产,很可怜耶,流产的瘦,瘦得很难看,哎呀,瘦到,我说你知道啦,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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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开玩笑,把它拿掉,他说哎呀,做木材怎么办啊,用木材堆了一大堆,不烧也不行啊,我说你烧,孙子要紧了,或是烧木材,没有智慧。 那他的老婆呢,听到第二天叫人家没了料,跑了,现在年轻都过高,现在手都过高了啦,原来在哪里,白虎开口,开虎口,火口,虎口,又在昆荒,是伤女人嘛, 这个罩是这样来,在这里我们要小心,若是做生意的罩,又另当别论,若是做生意,你随从这里来,你罩位可以瘦在这边,罩位在这边呼呼呼呼,你可以,生意,人气从这边来的话,这边人气多,你可以在这里炒菜, 在这里炒菜,你会越炒越发达,越炒越发,好,这一个,若是人气从这边来,你把这个围在这里,把气挡住了,你就生意会做不好,好,这个是一个要点哦,这边很多人,若是人的来,人气从这边来,那你就要用这边了,人气这边来,在这里, 人气这边来,就在这里,好吧,这很简单 我们一位法师,她帮助一位年轻的太太嘛,因为老公身体不好,她要养全家的孩子,要照顾老公的病 好,那么呢,怎么办呢,她就做一个小生意,小生意呢,那么,架子,排了方向,摔一下,生意做没有哦,我们的法师啦,把它瞧望向,化,生意一天,原来做不到两天了,现在一天呢,做两三万块钱, 就是,家里生活改善哦,债务还清了,光做一个,桌子半条,要望山望向的,做那个,搭的啊,要给他望山望向 这就有缘的,他炒菜就会好吃,煮的汤好吃,生意就来嘛,再细子啊,做我们的相,很重要,我们会跟各位讲解,望山望向 你们记住,有这个事,好,我在讲呢,你们记住,啊,原来这么一回事,啊,情愿又慌,不可有高电线杆 哦,可以闻上,哦,四十五度小,但是那电线杆里没有办法 别人的啊,好,公家呢,你,你搬到这边,别人又虎慌,也不好 好,不要,就是用,涂透镜,或是圆镜,挂着,反射,就会化解掉了 好,停焰大门,外面,不可电,电杆,伤眼睛,很灵耶 好,若是在这里,有一支电线杆,一定伤眼睛,这里 好,正中央,一定伤眼睛,千光眼 嘿,很灵,好,流鼻血,千光眼 若是在这里,门出去了,在这里的话 好,比较大一点了,一撞墙了,好,撞到那电竿了 好,除了,好,眼睛有问题以外呢,会有一些官司 伤害他人的官司,莫名其妙的官司都会来 好,我们可碰过好多印证好多的这种例子 好,曾经我有一次到台南 有一户呢,我们的信徒 好,他原来还不错 好,十八修圆啊,他就把他 皇子是这样来 他这样来 然后隔壁也是一样啊 好,他这一户两户都是这样来 真不错啊 好,不到听谁跟他说呢 要改这样 改这样呢,他的命 东西是命 这样呢,才复活 结果呢,他就改 改过来呢,白虎昂头 对面呢,白虎昂头 改下去开始 阿拉末小怕 怕个太太,脑进中 孩子打架 什么事情都来 哇,有一天就跑到新门市来了 老师,救病救病 我救什么命 他的老婆 他的家 全部乱糟糟糟糟糟糟 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你皇子怎么样 你只讲给我听 好,赶快把图画好 所以原来这样 听到地理师说 他的命不是说这样 所以要改这样才对 结果改过来 家里很多问题都来了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你这样来 白虎回头 你这样就没有白虎回头 这我们都市很多房子会影响到 那么像这一家 你这白虎就长 然后你可以改造人从这边进来 从这边进来的客厅 改客厅这里 好得很 像这一家 你改像这样 你最后是浓油粒 浓油粒 气就旺 很简单 我还要求建筑师们 他们的所有的社区在建设 都把那富佛风水滑着 真的功德无量 然后台北我们岳石姐 他的客户 卖房子一百多户 一百八十几户 原来卖不好 他把我都到风水时 大洋仔他买了五本大洋仔五千块钱 他买了回去放在每一个桌子上 桌子上他就说 这个师傅按照他的设计 你绝对不能说我去看了 我从来没有去看了 你不要乱讲哦 你说按照师傅的书去设计了 你看 大家有信心嘛 希望住一个平安的家嘛 那一批钱赚了吗 那怎么办 接下来又盖了 也这样 也赚了 后来不知道又投资什么 就花了 但是那段时间 他所盖的房子 也给人家带来平安嘛 这个很简单 庭院 这个庭院大门外面 不可乌角充塞 可说破财 高血压和血光 我曾经碰到一位 就是某个警察局 局长 他的宿售在这边 原来的门 他就开在中间 开中间 后来他就把它盖在那边 开中边 开中边 进去外面 出来日式的房子 尖尖的相对 口熟 官辉 跟他讲 我说 习长啊 你这样 不要这样做啦 这样就不好啦 他就没有办法 公交就这样嘛 那既然讲公交 我没有办法 以后有事情再讲好了 嘿 没有多久了 他就 又找了 哎呀老叔啊 你赶快过来啊 救救溜溜啊 哪没要收啊 这样就要收 最近很多无中生有 怎么怎么怎么 哎呀办公室很糟糕耶 怎么样呢 好把门 他们把它改过去又更糟糕 我说你在这边 这边高 你闻在这边的话 这边高 你碰到一半而已 你这边面对面 你在这里 以前做好好的 对呀 以前的好好的 掉过来了 一低又近 力量就大 眼睛看出去了 眼角看到了 然后力量才大 好了 我说哎呀 移过去好了啦 不好看 我说你不改才不好看 以后 哦 那好吧 你就请个工友 赶快把它回复 就平静了 所以这种风水 风水啊 有时候 让我们不得不信 但是呢 也要好一年 不然呢 你不信信 或者怎么样呢 好都一回事 但是要好一年 好 庭院大门外面 右方不可 好 过高于正前方 好 我们如果像这样 好 庭院我们有很多的路 你们要去买 街上的路 好 街上呢 以后你们要买房子 好 如果往这里请写的话 请写 那这边呢 这边白虎水往下卸 这边路呢 也是往下卸 这个材都守不住 都守不住 写写写写写下来 都守不住 都守不住 在台中市 好多地方 很明显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这边斜 你这边就平平的 这个就没问题 好 这个两边斜了 就不好 要懂到它 斜到平的地方 落平的地方 就不错 落平 落平的地方就好了 在斜写的地方 都不好 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 所以你们要买 都市的房子 你这个大枸杞 稍微斜一斜 一直斜下去了 谢 斜则 谢也 不平均 好 如果在这里 谁往下谢 住了 住在这里 男孩子 比较 没有 吃虚的 机会比较 没有那么多 在这边 才不会比较有 这边 就男的 好男 这个好女 好男好女 好不一样的 他敢用 自然的磁场 自然的气 所造成的 大门 庭院的外大门 一方不可 过高于正前方 外面 前方不可 冲墙角 水光之灾 那我都讲过了 庭院大门 外面 不可 圣水流 破财 圣水流 这圣水 很讨厌 我们门失去了 谁就往外面跑 这个圣水流 任你怎么做 到最后 都会变成空 反正就我鼻子 牵着走 结果印证这么多年 好 还是 都丝毫不爽 好 庭院大门 外面 不可正充 人家的臭手 或者股市 或是 人家的厨房的 排油NG口 排油NG 再早期 再早期 就是一位 我们 国家 一个调查 当时非常 权威时代 就是 调查局的朋友 他们 很多事情 讲话 都是 讲一半的 讲话 都从鼻子 出来的声音 有一天 他的老婆 跑到五街去找我 问我 他家里很不平安 我把他 扑扑挂 扑挂 就是鼻子 这栋房子 在这边 这里 都是人家的屁股 屁股 搓油NG 一只桶子 都在前面 所以 全家人 彼此对问题 品康慧 相刚老 哇 我说 那不行 回去跟老公 讲 哪一个说不行 我去找他算账 他老婆 知道他老公的性质吗 不可不可 那个老师说 这个会影响 我们全家 流鼻血 你跟大家讲好了 当然他会说 他不能讲好了 这冤枉啊 大人啊 他 我说 等到你老公高血压 要吃降不下来 再来找我 他回去 就跟他老公 讲老公 那个老师说 这个刚好 在那个南方里面 年龄一回到 就会伤 这个主人的高血压 我这样来找他 为什么诅咒我 哎呦 阿咪 都很难 然后 很难 你本来就是高血压 你还要 还要 受人家诅咒你 没有道理吗 就到五街去找我了 他很客气 哎呦 年轻的朋友 你风水也就很好 怎么 一大堆 我就来着不散 散得不来 我说你哪一家 他是哪一家 我告诉你 依照疫经 普卦了 圣神开示的 第一 你会高血压 第二 你儿子呢 全家流鼻血 第三 老婆的尿疾 尿痣 尿痣尿疾 我老婆告诉你 没有啊 谁告诉我 那好了 我要普卦看 对不对 你前天摔倒了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老婆告诉你 什么都是老婆告诉我 我说不是啦 疫经 你懂的话 你看就懂了啦 这位先生呢 他 好了 我改了 好了 我们后来 结一段的好朋友 他说 哎呀 老师啊 赶快将疫经风水 弘扬 会让更多人 会受贿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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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尔 Vaul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